社會文化司司長崔細安表示 特區政府對於內地旅行團 在澳門期間發生衝突事件感到難過 認為會對本澳的旅遊業造成一定打擊 當局將會作出檢討 作為特區政府 當然是發生了這些不愉快的事件 感到很難過 也對旅遊業產生一定的影響 他指出 旅遊局在過去兩天加入了事件之後 已經正式開展對有關旅行社和導遊跟進調查 調查結果將會向國家旅遊局匯報 並且向外公佈 崔細安表示 特區政府將會在今個月的15號 由旅遊局副局長白文浩 聯同旅遊輔助發展委員會成員 同國家旅遊局開會 會議上面亦會談到今次事件 和有關開展誠訊旅遊 落實規範旅遊秩序 和打擊不規則